今天測試的手機就是這部華為的Mate 8 帶得上來和大家試試當然是有些東西 賣點總括來說有三個 首先它用了一顆全新的麒麟950 白核處理器 跑分來說就贏了其他的Android手機 第二點它是一部6吋的大螢幕手機 而且它亦用了一個全金屬製的機身 用料都算是高級的 最後一點也是我覺得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內置了一個4000mAh的大電量 官方就說可以用到2.36天 我們就真的來試一試它 究竟如果整天充電的話它可以用到多久 好現在是3點45分 剩餘的電量就是89% 我們就不會再充電一路用 看看24小時之後它會剩下多少電量 在測試時間裏面我們都用得很準 數據用量都用過到1GB 打機上網 Facebook Whatsapp 基本上還得都玩完了 指定時間就到 剩下的電量是36% 即是我們這一天大概用了54%的電量 正常操作是絕對可以用到一天有多 這部Mate 8的續航力都是相當免入滿意的 效能方面我們就找來同樣是6吋和運行Android 6.0的Nexus 6P 一起試試開App的程度 測試也看到Mate 8所用的麒麟950 就比Lexus 6P的S810快 少少就不算太多 不過反而另一方面 S810手機普遍所遇到的過熱問題 在Mate 8是看不到的 其中一樣值得賺的地方 我覺得這部機的指紋感應是非常快的 除了快之外 它也可以由一個優勉的狀態之下直接開機 我們就試一試它 這樣就開了 它使用的是一個Android 6.0的系統 但是就有華為自己的客製化 它就沒有了一個App drawer 全部的App都放在場面上 就有點像iOS的形式 它都加入了很多獨特的手勢操作 例如這個用一個自骨 它可以構成一個多視窗模式 其實試過它的指骨臉面的程度也不太硬 而且它對應的Apps 都只有這8個延伸App 就不太多 譬如Youtube那些都不可以用到這個多視窗模式 所以實用度就一般 它有一個1600萬像素的主相機 就可以掃動屏幕去切換攝影模式 有縮攝攝影、拍片、拍照、尾眼 以及一個比較特別的亮相機模式 另外拍照方面 都可以做到全手動的專業模式 就可以自行設定曝光補償 光圈快門和ISO的設定 綜合今次的測試的體驗 這部華為的Mate 8 在屏幕、造工 又或者處理器的效能方面 都有平均以上的水準 而它的電池續航力 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而它普通版$3500的售價 是挺划算的 缺點方面 就會嫌它稍微平實一點 由外表到內在的功能 都沒有一些很創新很特別的元素 邊框雖然做到很窄 但其實它的機身的闊度是比較闊的 對比起比較收長的Nexus 6P 我覺得Nexus 6P是比較容易單手掌握的